第1274章 重创金海散人 面对滔天的金浪 叶西文浑身泛起了金色的神性 这是前所未有的强敌 让他也不能不小心 身上所有的力量都开始沸腾了起来 他犹如是化作了一尊金色的神人 直接跨入了浪涛之中 左右屠杀 不断的一圈一圈打爆 轰杀过来的金色浪头 且战且退 这些金色的浪涛在金海散人的指挥之下 无尽的浪涛一个接着一个的打过来 每一个浪头都有千军之力 能够碾碎星辰 根本就像是一个一个的星辰砸下来 根本就是要将叶西文直接碾压至死 金海散人的攻势更加急促了起来 天空中还有无数的金色雨点打落下来 这些雨点快若闪电 根本就是犹如子弹一般 铺天盖地形成漫天的弹幕 更加恐怖的是 叶西文只感觉整片天地都被一种特殊的立场给生生控制了起来 叶西文只觉得随便行动一下都非常的困难 甚至连呼吸都非常困难 不像是原本随便呼吸一下 都可以吸入大量的灵气 现在他随便呼吸都要伴随着真元 将周围的灵气强行吸纳过来 困难至极 犹如是陷入了一片汪洋大海之中 连手脚都不灵活了 感觉陷入了无尽的海浪之中一般 这就是半部天人镜高手的威能 比起法相镜高手凝聚而成的领域 半部天人镜已经具备了一些天人镜的威势 已经没有了那么刻意 他们的领域已经融入了天地之中 并且借助天地之力 将领域扩张的更远 威力更加的庞大 而且这无声无息的就散发了出去 不像是以前那些领域那样子 犹如和整个天地都格格不入 这个时候叶西文如何还不知道 对方恐怕已经打开了领域 连忙一声爆喝 风雷领域 顿时无数的风雷之力 从他的身上喷吐出来 犀利暴虐的风雷之力 瞬间就将拍打过来的 无数的浪头给声声轰爆 构不成对叶西文的威胁 叶西文没有将这个领域扩散出去 而是在他的身边形成了一个几米左右的小领域 因为没有扩散出去的关系 所以密度反而更高 威力也更强 金海散人的双眸之中闪烁着骇人的杀意 杀意之中夹杂着几分惊涩 叶西文的实力完全将他给震惊住了 如果他已经跨入了法相境九重天 也就算了 偏偏还只是一个法相境六重天的武者 居然能有如此的威势 这让他心中无比忌惮了起来 如果让他继续成长下去 那还了得 他肯定就没有办法压住他们了 这些天才的潜力 简直大的吓人 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 不过是一个领域而已 你以为凭借这个能够拦住我吗 金海散人冷笑一声说道 我也没想能够将你拦住 不过能够将你拦住就可以了 叶西文冷笑一声 金海散人顿时按骂一声 不好 该死 被他给耍了 虽然他对自己有自信 但是这样子下去 他们就该跑远了 到时候就是真的追也追不到了 这个宝库根本就是一个世界 也犹如是一个世界这么庞大 如果真被他们逃走了 根本就追不上了 你倒是很有情意 居然留下来挡我 可惜了 你这样的天赋 如果安安稳稳地成长 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现在却要死在我的手上了 金海散人冷冷地说道 死在你手上 老家伙你想多了吧 叶西文不屑地说道 我敢留下来 就是我有自己的把握 把握 你还想从我手上逃走 有本事你就试试看 这个时候 金海散人一声爆喉 无数的金色浪涛 直接狠狠朝着 叶西文 轰落了下来 那些雨点 就是无数的子弹 能够穿透山岳 可怕无比 如果被当场轰中 就算是一个法相镜的高手 都会被当场轰成一团邪雾 哼 叶西文一声大喝 那天空中巡游的 无数的风雷之力 化成了一柄柄剑衣 在叶西文的指挥之下 疯狂地朝着四面八方袭出去 无尽的剑气在天空中巡游 居然直接击溃了无数的浪花 浪花朵朵在半空中绽放 又被剑气斩落 但是相比起剑气 浪花的后劲十足 源源不断的浪花冲了过来 打落剑气 在领域的对抗上 从一开始叶西文就处于下风 如果不是风雷之力 领域攻击实在犀利 估计这回儿 早就被击败了 叶西文 这个老家伙的实力 比你何止是强上一点半点 以你现在的实力 还是没有办法真正和半部天人境的高手看哼 叶末出声提醒说道 我知道 我只是想要拖住他 等到千千他们脱险之后 我就离开 叶西文点头说道 但是即便要逃跑 我们也只有将他击上之后才有机会逃走 这两者领域的对抗 从一开始叶西文就完全落入了下风 那等于是在以一己之力抗衡天地之力 虽然暂时看起来没有事情 但是那也是他不断收缩领域的结果 不然早就崩溃了 对方无论是功力 还是对于领域的领悟 都比叶西文要强的多了 小贼 撑不住了吧 只要你乖乖投降 从此以后给我当牛做马 我今天就饶过你 金海散人见叶西文不断后退 渐渐有不知的趋势 顿时哈哈大笑一声说道 喝 叶西文一声抱喝 双眸之中闪过一抹狠色 他浑身的气血瞬间澎湃了起来 金黄色的神性一圈一圈的席卷了起来 犹如一尊黄金战神一般 手掌摊开 无数的风雷之力凝聚到了他的手上 凝聚成了一柄大剑 这些风雷之力被叶西文抽掉了之后 整个领域立刻飞速的缩小 一寸寸的崩裂 不过叶西文魂不在意 直接踏浪而行 脚下踏着金色的浪头 直接朝着金海散人杀去 金海散人见叶西文的领域 一寸寸崩碎 顿时大喜 心中也没有多想 毕竟一个法相静六重天的小子 能够在他的面前支撑 到现在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金海散人本人 潜藏在金色的浪涛之中 暴掠了出去 手中无数金光翻滚 那支中是水元素法则 在他的手上体现了出来 恐怖至极 叶西文一剑劈开浪涛 直接扑杀到了金海散人的面前 刷 金海散人手中无数的金色浪涛 化成了一柄长剑 当场直接破空而来 随心所欲 直接一剑刺了出去 当场直接刺中了叶西文的胸口 崩碎了他胸口护身的领域 直接一剑刺了进去 犹如是切豆腐一般 直接刺了进去 扑斥 叶西文的领域当场崩碎 身体直接中剑 哈哈 小子 你死定了 金海散人哈哈大笑 心中充满着快意 连他自己也没有发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连重创叶西文也能如此高兴了 要是在之前 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一个法相净六重天的小子而已 有什么资格当他的对手 更别说让他如此上心了 嘿嘿 到底谁死定了 还不好说呢 叶西文咧嘴笑笑 冷笑一声 嘴角滑落鲜血 身体内隐隐有一声 奉鸣声响起 一股凤凰之力 将他的伤口包围住 以免受到更大的创伤 但是他的手上 却是丝毫不慢 直接当空划出一道 金色的光芒 瞬间出手 去世不见 凝聚成了一道剑意 金海散人 根本毫无准备 本以为叶西文 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却不想如此恐怖 他居然被叶西文的垂死挣扎 给重创了 更何况他也绝对没有想到 叶西文会如此疯狂 敢于以伤换伤 将他给伤成这样子 这柄剑意常见 去世不见 狠狠朝着金海散人的胸口斩去 这一切说来长 其实不过是片刻之间罢了 扑吃 金海散人的身躯 瞬间就被那可怕的剑意 透体而过 一道巨大的 空洞透明的伤口 转眼间就出现在了 金海散人的身上 金海散人被这股巨力 生生轰飞了上百米 鲜血横飞 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但是叶西文也没好到那里去 金海散人的长剑 也在他的身体上 直接斩出了一个巨大的伤口 这是一次一命搏命 拼死一搏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叶西文甚至不可能 给半部天人镜的高手 以任何的伤害 轰 在金海散人被轰飞的一瞬间 他的领域也在一瞬间完全崩塌了 里面的场景完全展现在众人的眼中 在场的众人 没有一个是普通人 都是修为高深的舞者 虽然是在领域中的一战 但是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 谁也没想到 叶西文在绝对下风的情况下 居然能想到这种想法 利用金海散人的自大 最后反戈一击 以命搏命 居然将金海散人重创 好可怕的建议 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建议 更可怕的是 这个人好狠的心 不仅仅是对其他人狠心 对于自己更加的狠心 这种方法 我就算想得到 也不敢随便用 死子了不得 这一次不死 以后前途难以限量